要知道,在流浪地球之前,国内的科幻领域基本上是谁碰谁死,也是因此。 小有导演敢去邀把科幻领域电影,国内科幻领域没有拿得出手的影片,自然就让国内的科幻电影关分中国的科幻电影市场。 确实,对于这点是能者跟着,我们没有比他们优秀的影片,只能眼睁睁看着,也正是因此,流浪地球的出现才会显得那么重要,才会让很多影迷们为此狂欢,才会吸引住对家的视线。 不过有句古话说过,人怕出名低胖壮,流浪地球收获了不否的成功,但是与此同时也是出现了不少负面评论。 有的网友认为,流浪地球剧情当一,有的网友认为,特效并没有很大突破。 还有网友认为,将地球推出鬼道太夸张,完全不切实际。 其实对于这些传闻,只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。 此前如今战狼爱走红之后亦是如此,不少声音称,如今一个人打那么多人,太夸张,拿钢丝网帮宝袋。 不确实际,不过如今的脾气就没有那么好了。 任地采访提及这个问题直接开队,国内大负义人打十几个人,一点事都没有。 你们怎么不说,他们能行你们中国人就不行。 什么代理? 近日,参加软会的航天温旋袁立伟,也代表了对流浪地球的看法。 杨立伟评价流浪地球大致分为两点。 第一点是流浪地球,在科学的基础上,发挥想象空间,对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。 第二点则是流浪地球,反映了国人对焦的特殊情怀,和团队合作精神。 其中第一点中,杨立伟说到了科学的基础上,发挥想象空间。 对于这位秦深潜朗的太空的航天温旋来说,很多在我们人里是十分科幻,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 在他人里可能并不是那么困难,也正是因为有人来往太空的经历。 当立伟看此类问题,无疑是比普通人更加通透,更具方言权。 短短的五个字,但那些用来,你们地球太夸张,不去实际的网友闭上了嘴。 毕竟没有用力,用知识,有谁能比得过杨立伟吗? 这也是让很多知识游浪地球的网友直辉太解析。